闭嘴 给我坐下 统统给我闭嘴 再不闭嘴我就杀了他 这是哪儿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 妈啦 我就状况不忧 怕我们现在怎么办 闭上你们的狗嘴 让我看看校车说明手册 斯嘉宜请问 闭嘴 死孩子 我要看这个无聊的教学录影带 您好 欢迎您收看斯嘉阿姨教学录影带第七集 被关注时该怎么办 小姐您刚才已经使出了斯嘉阿姨第一招 安静 否则我就杀了小兔子的法宝 接下来您就该去求援 别忘了 最重要的是 只要把孩子们留在车上 他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所以不管您碰到什么情况 记住 千万别让孩子们下车 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斯嘉阿姨第二招 告诉他们外面有恐怖的怪兽 如果出去就会被吃掉 死孩子听好 不管发生什么事 千万别下车 因为出去就会被恐怖的怪兽吃掉 就是这样 相信孩子们都乖乖的坐下了 现在你可以放心的下车去找人帮忙 别忘了斯嘉阿姨的智力名言 闭嘴 通通给我坐好 我去找人帮忙 一找到我就会回来救你们 别忘了 千万不可以下车 否则出去就会被恐怖的怪兽吃掉 奇怪 为什么恐怖怪兽不会吃它 恐怖怪兽才不吃又老又丑又肥的臭婊子 死孩子 你说什么 我说别被怪兽吃掉了 你这个世纪大过霸 哦 马俩还就这样走了 至少该把暖气打开吧